在传统生肖文化中,鼠羊的人以温和、善良、匹体而著称。 他们如同温顺的绵羊,总是默默地为他人付出,用真诚和善意温暖着周围的世界。 而当鼠羊的人恰巧出生于某些特定的月份时,他们的命运更是如同被复兴高照,一生能够少灾少难,享福不尽。 那么,到底是哪三个月出生的鼠羊人如此幸运呢? 接下来,就让我们一起探寻他们一生的幸福与安宁。 鼠羊人出生在这三个月最好,一、正月新春,福运绵长,正月是新年的开端,万象更新,福运亨通。 在这个充满喜庆和希望的月份出生的鼠羊人,仿佛自带一股新年的福运,一生都能感受到温暖的阳光和甘甜的雨露。 他们天生具有乐观向上的性格,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,都能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,从而化险为夷,转为为安。 正月出生的鼠羊人,不仅家庭和睦,事业有成,更能享受到天伦之乐,一生幸福美满。 二、四月花开,富贵荣华,四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,万物复苏,生机勃勃。 在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月份出生的鼠羊人,如同盛开的花朵一般,富贵荣华,光彩照人。 他们聪明伶俐,才华横溢,无论是在学业还是事业上,都能取得娇人的成绩。 同时,他们还具有一个善良的心,乐于助人,积极回报社会,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尊敬。 四月出生的鼠羊人,一生都能享受到财富和名誉的双重荣耀,成为他人羡慕的对象。 三、七月流火,福泽深厚,七月,虽然酷暑难耐,但对于鼠羊的人来说,却是一个福泽深厚的月份。 在这个月份出生的鼠羊人,天生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力,能够在困境中勇往直前,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 他们勤奋努力,脚踏实地,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功。 七月出生的鼠羊人,不仅事业有成,家庭和睦,更能享受到健康和长寿的福祉,一生平安顺遂,福泽无穷。 正月、四月和七月出生的鼠羊人,因其独特的性格和运势,能够在一生中少灾少难,享福不尽。 然而,我们也要明白,命运并非完全由生肖和出生月份决定,个人的努力和选择同样重要。 因此,无论我们出生于何时何地,都应该积极面对生活,努力奋斗,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成功。 鼠羊人的贵人是谁? 一、鼠猪人。 鼠羊人的贵人或是鼠猪人,两个人合作顺顺利利,财运越来越稳定,两个人为三合关系。 鼠猪人对于鼠羊人的帮助大,会成为贵人。 虽然鼠羊人各方面能力都很稳定,但是想要依靠自己的能力,取得好成绩很难,需要获得贵人的协助。 在贵人的提携下,不仅能够赚大钱,还能够在更多方面拥有好的表现。 二、鼠猪人,鼠羊人的贵人会是鼠猪人,两个人为六合关系,感情好,或做到相互包容,成为对方的贵人。 鼠羊人对于鼠猪人的印象好,工作生活中都很欣赏对方,产生好感。 两个人虽然性格有很大的不同,但是能够互补,所以会给对方提供帮助。 合作过程中能够相互包容,不会放大缺点,能够迁就着对方,对于事业有利,感情也会变得更理想。 三、鼠猪人,鼠羊人的贵人会是鼠猪人,鼠猪人能力强,一直以来有想法,不会受到他人影响。 鼠猪人做事具有大具观,能够掌控情举,生活成功。 鼠羊人有才华,一点又通,能够获得他人的赞扬。 鼠羊人给人一种飘飘然然的感觉,喜欢沾沾自喜,被他人所讨厌。 鼠羊人凭借自己的能力,难以收获成功,有了鼠虎人的协助,各个方面会越来越好,心态稳定,不会瞧不起人,两个人在很多时候都产生共鸣,思想上能够产生碰撞,默契值极高。 四、鼠猪人,鼠羊人的贵人会是鼠兔人,两个人为三合关系,鼠羊人在职场上很认真,做事会尽力做到最好,保持理智。 鼠羊人若是能够获得鼠兔人的协助,会更稳定一些,事业发展得更好,收获钱财。 鼠羊人难以做决定时,鼠兔人能够给予指引,帮助对方砥砺前行,两个人合作会收获颇风。 五、鼠龙人,鼠羊人的贵人属相是鼠龙人,鼠羊人性格温和,不争不强,在生活中特别的受欢迎,但是他们容易错过好机会,工作中难以取得成功,贵人的相助下,事业发展得会来越好。 鼠龙人对鼠羊人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,成为对方的贵人属相,让鼠羊人预示更加冷静一些。 把握好每一个发展机会,与鼠龙人合作,也会让鼠羊人发展得越来越理想,不会总是依赖于鼠人,只要对方在身边,就会感到有满满的安全感。 鼠羊的带什么防小人最好,一、佩戴黄水晶,鼠羊人防小人可以选择佩戴黄水晶。 鼠羊人低调内敛,坐视默默无闻,低调小心,会给人一种被忽视的感觉,这种特质也容易引起了小人的注意,被小人所打击和诋毁。 若是长期骗黄水晶,无形间能够提升个人气场,有了气场上的改变,自然而然能够把不怀好意这件作打败,也会让鼠羊人拥有好运。 二、佩戴黑药石,鼠羊人防小人可以选择佩戴。 黑药石是一种拥有强大能量的水晶,因为颜色乌黑,所以叫黑药石。 黑药石的能力强大,能够吸附净化周围的负面能量,对于改善健康方面有格外的好处,还能够提升个人气场以及人员魅力。 黑药石是鼠羊人的守护石,能够带来好运,也能够化解小人。 在黑药石的助力下,鼠羊人会拥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,结交到贵人朋友。 三、佩戴陶木剑,鼠羊人防小人,可以选择佩陶木剑。 陶木是一种驱绝化沙的吉祥物,一直以来备受人们的喜欢。 倒是在外驱鬼时会随身佩戴陶木剑,想要化解小人,鼠羊人佩戴陶木,或是一种特别好的选择。 能够震慑小人,长期佩戴也能够避免被小人所包围,提升个人的气场与能量。 四、佩戴鼠马吉祥物,鼠羊人想要防小人可以选择佩戴鼠马的吉祥物。 鼠羊人给人一种柔弱的感觉,不善于拒绝他人,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,这种个性会让心怀不轨之人所利用。 佩戴鼠马的吉祥物能够推望鼠羊人的运势,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起来,遇到困难和人际纠纷时能够化解危机。 五、佩戴玉佩,在众多佩饰中,遇是与鼠羊人心灵相连的最具灵性的佩饰。 许多人都有佩戴玉势来阻挡灾难的经历。 温玉养人,如果鼠羊人能得到一块质地好的玉佩,随着佩戴时间的延长,人与玉早已融为一体。 当鼠羊人周围出现那些想伤害别人的恶贯时,玉佩首先能感知到这种潜在的危险,产生能量来避免鼠羊人的灾难,在关键时刻宁未遇碎,它起到了警示作用。 是宝平安壁小人的最佳配饰。 六、佩戴贵人鼠像,鼠羊人想要化解灾难,可以选择佩戴自己的贵人鼠像,改善社交关系。 若人际关系紧张,佩戴香和鼠像的饰品能够起到缓解作用,在贵人的相助下,就无需加薪受到小人的破坏了,还能够增强个人的磁场和运势有所提升。 鼠羊人的三合鼠像为鼠兔、鼠猪,六合关系为鼠马,可以选择佩戴这三个鼠像的饰品。 七、佩戴贵修,鼠羊人若是想要让自己的运势越来越好,不被小人所困扰,也可以选择佩戴贵修,贵修调准能够起到防小人的作用,化解犯小人带来的影响。 贵修内部在有正气,日常感觉不出来,但是遇见小人和协同时,就能够发挥出强大的功效与作用,在贵修的助力下,即便在运势发展不佳的年份间,也不会被小人所陷害。 运势分析,只是一种参考,人生有无限的高度,只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,一切皆有可能。 所谓的失败只是暂时没有成功,所谓的泪水只是在洗涤你的伤痛,让你更清醒的看清世界。 读懂人生,所谓的逆境只是黎明前的一片黑暗,一切为了人生的后继勃发,曙光就在不远处。 祝大家开心幸福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,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,我们下期见。